保持平衡 还要讲究速度及团队默契 首度以趣味竞赛形式进行的 仁爱区社区运动会吸引了爆满人潮 现在老人家疫情过得都不喜欢出门 刚好借这个机会来仁爱国小 我们特地跟我们总会长郑景周 来借我们仁爱国小有人去吹 所以今天参赛的一些我们老人家 老的 年轻的都有 你看早上应该是八点半才起有 看七点多大家都把这边都爆满了 真的超热情活动提早开始 市长议长及仁爱区市议员们 亲自出席开幕式 用实际的行动鼓励大家走出来多运动 看到个里的我们的婆婆妈妈 各位长辈大哥大姐都站出来 而且非常热情 要准备好好今天活动一番 我们就非常开心 我也跟大家分享运动伤害这个很重要 像我最近琴塔网球就有小小的运动伤害 所以就要把自己的身体要保护好 然后热烈的运动畅快的流汗 流汗运动是让人家最开心的一件事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多运动更健康 我们一直非常鼓励大家爱运动走出来 只要我们有办活动大家就愿意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跟这个平台 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推动各个区各个里都可以 周边如果有学校的话都可以校园开放 让我们的社区长辈就近运动就近照顾 这是我们议会共同的责任 我们会努力来推动 营造更好的运动空间就是鼓励大家出来多运动 各方都很感谢仁爱国小校长成立国 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让大小参赛选手们都运动得很开心 我就是今天跟妈妈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很开心又早上就能出来运动 我个人是感觉很荣幸 能参加这个活动也代表说市民说有这个运动的精神 用羽毛球拍第一网球 然后就是在过程非常刺激 然后就是大家都有来有往 然后感觉非常开心 而活到幕后推手是基务师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鼓励大家多运动 还预告9月7号在万木山的全国剑走大会师 有丰富的摩采品及参加奖 仁爱七啊 它的剑走的路线在490太陡了 所以说我们和教育局共同参与 把仁爱七来办运动会 也是首次在这里办 而且我们非常谢谢市长啊 我们的运动台湾基础的人口最多了 顺便跟前四的市民广告一下 我们9月7号全国剑走在基隆 我们现在有重目到6台的机车 60台的变速脚踏车 还有500样的摩采品 而且所有来有送一个 我们的吊灯跟手电头的组合 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一起来运动 众大奖 活到老 动到老 鼓励大家多多运动 鼓励大家多运动 还有机会抽到机车大奖哦 而7月份即将在七堵区登场的运动会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时间是7月27号 在百福国中 欢迎我们乡今而踊跃参加 欢迎大家来参与的运动活动 还有很多 教育处欢迎大家关注基隆市运动爱台湾 计划脸书粉专专业 我们基隆市运动爱台湾计划年度争取1400多万 然后办理了大约400多场的一个活动 然后包含登山践行 还有我们的各区运动会 那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运动 那今天仁爱去运动会很开心 除了看到我们的长辈也有很多小朋友 也有跟阿公阿嬤 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市长小爱爸爸很支持我们的全民运动 然后在学校的场馆也争取了很多的经费 然后来做校园的场地改善跟开放 下个月在七堵区 我们百福国州也有七堵区的运动会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不论趣味竞赛还是球类运动 都欢迎民众跟亲朋好友组队一起来参与 养成运动的习惯锻炼身体更健康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